最近連續的民進黨有這個計畫 不斷的在進行一些策反 首先包括就是在這個民眾黨這邊 散播一些謠言 說要支持這個邱佩玲 然後就要這個罷免謝國良的話 邱佩玲副市長就可以來扶正 事實上這根本不是實際上的一個情況 那最近因為大家都有看到 不論在市場或者是在大街小巷 配想委員積極的幫國良 以及幫基隆市府來進行反罷免 不同意的一個宣傳跟投票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他非常的受歡迎 那就由民進黨的議會黨團總召 也對佩祥發起一些這個毫無正當性的攻擊 其實種種都已經顯示出 民進黨就是很積極的去介入這一場的罷免選戰 所以國人朋友基隆市民都看得是非常清楚 假如有人說民進黨沒有介入這一場罷免選戰 我想是沒有人會相信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最近也有人提到我們的預算的相關的問題 但我想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基隆市的預算的情況良好 去年我們不但是近年來 為人口唯一的近增加的一個年度 而且我們累積債務管理成效良好 減少債務餘額非常的有成效 也被中央列為財政績效及預算的面向考核 在全國的縣市組 因為大家都知道分直轄市跟縣市 我們在縣市組是排名全國第二名 所以簡單來說我們財政的改善的程度 在去年112年是排全國縣市組的第二名 而且我們的年度預算的編列以及執行 在前一年的税入都有更加的提升 所以在國良主政下的第一年 人口提升了 税入提升了 債務減少了 這個就是事實的情況 但是呢 就好像有民進黨團 為了罷免 就會挑一些毛病 一些問題 但卻忽略了整體的財政 人口跟一個環境 基隆就是不斷的在進步 所以我做以上的說明 也要告訴民進黨的黨團 就是這樣子的這種離間 挑撥都是不會有成效的 事實上我也可以跟大家報告 坊間都有在說 在國良主政配翔全力協助的情況下 在基隆的國民黨 可以說是20年來最團結的一刻 我再跟大家再報告一次 現在的基隆的國民黨 是20年來最團結的一刻 所以在基隆團結的國民黨 甚至還加我們民眾黨的一份力量 我們一定會把市政做好 讓民眾有感 而且我們面對現在的這一場 所謂的罷免選戰 我們還是告訴大家 只要民眾真正了解到這一張選票 所賦予的意涵跟投票的選擇 我們就會贏得這一場選戰的勝利 接下來我想請我的最好的搭檔跟夥伴 是在國會的搭檔跟夥伴 我們林佩祥委員來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來佩祥來 謝謝 呃各位媒體好朋友 我今天來的時候 其實我就想到總召 那其實 我自己個人在19屆議會 市議會的時候 我遇到了一個民進黨總召 叫蘇仁和 那我非常欽佩他 因為他是一個雖然是不同黨的總召 但是他是為了基隆市民 基隆市的福祉 就算有政黨之分 他還是願意提起我這個後進 跟我講的很多 在市政上面 在質詢上面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民意代表的職責 發揮得更好 但是當我現在的20屆 尤其離開市議會之後 我看到我們市議會的總召 那都是野心勃勃 都是為了自己這樣子 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己的上進心 那我還是一句話 我給予高度的祝福 因為有上進心是好事 不管是現任的秘書長想要選新北 還是說現任的總召 想要對基隆在基隆的公職的位置 再上一層樓 我們都給予高度的祝福 不過我也必須講 第一件事就是說 我在南港展覽館昨天8月21號晚上6點到7點之間 我親眼看著我們基隆市通勤組的好朋友在那邊等9026又等了45分鐘 因為我陪他在那邊等的時候 交通部應該給我個交代 陳彥博出來給我個交代 9026怎麼搞了三年之後還是這個樣子 我是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我昨天整個直接打電話給科長說 北市所的人會來我面前跟我解釋為什麼 我沒有看到 所以我需要交通部給我個交代 為什麼9026還是一樣出狀況 為什麼我在那邊當場在那從6點等到7點 我在那邊看到現場有將近100個人在那邊等車 這不應該是常態 所以我在今天外面昨天很熱 那我昨天陪大家在那邊等 那沒有錯 陳彥博我記得是陳彥博代理部長曾經去那邊 現場看過說9026我多辛苦 但是昨天又發生一次的時候 是不是交通部需要給我個交代 需要給基隆市民個交代 然後這件事情我也會正式的在會議上面 等到開議之後 9月中旬開議之後 我也正式的會跟交通部講 再來 李孟宴李部長很可惜的已經卸任了 但是不管是王國柴部長還是李孟宴部長 還是新任的陳彥博部長 都曾經跟我講過說 基隆市 應該國道公車全面補助要出來 基隆市全面國道公車的體質要改善 讓基隆人能夠早點回家 這筆款項從今年5月份 一路給我拖到今年9月份 是什麼意思 基隆人比較賤嗎 基隆 基隆通勤組比較辛苦嗎 就應該這樣被踐踏嗎 我從市議會6年前講到現在 沒有任何改善嗎 這件事情也在交通委員會 在今年9月中旬 我一定會問個水落石出 憑什麼基隆人就要比較辛苦的 在這麼熱的天氣裡面 在那邊等車等了45分鐘 國柴跟我一樣都關心 他也去過現場 我還在現場 我關心基隆通勤組不是今天我要選舉 或者是說我過去要選舉 我每個禮拜我有空都會去 我在國會開協調會 再開臨時會 再怎麼忙我都會過去 因為我關心 就是三個字 因為我關心 那我也不會言 那不是每個通勤組都會喜歡我 我知道 但是我還是應該 因為我是民意代表 因為這些通勤組是我的 是我這個城市人 是我的家人 因為我關心 我也知道在選舉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去那邊蹭 請你們把你們蹭的精力 放在現在該關心的時候一點 最後一句話 我在這個 我現在再來國會之後 我就發覺說 民進黨的總召 都攻擊性十足 上一個總召對我不客氣的 叫柯建民 說我害人聽聞 因為我要幫基隆市爭取冷氣 現在這個總召 說我什麼有什麼非分之想 因為 我關心通勤組 我想問你們總召 你們有 問你們兩位民進黨的總召 你們有真的關心過基隆人的福祉嗎 還是只是為了趁聲量 還是只是為了政黨而服務 我是嫁人嬰 我是真正的嫁人嬰 所以基隆人事我都會關心 我會幫國良市長 因為他在幫基隆人做事 就這麼簡單 如果今天 誰做得好 我不會 我不會另於 說讚美 可是誰做得不好我必須站出來講 我不同意罷免 因為我不想看到霸凌的人 能夠囂張 我不同意罷免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知道說 如果我姑息這些霸凌的行動 下一個 可能不會只有我 任何跟他們 不同意見的人 都會受到這樣的霸凌 都會受到這樣的跟騷 我不樂見這樣的事情 我拒絕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站出來在入口說我反 我反對罷免 我從三月份開始講 現在我更堅定我的信仰 這是我給大家最直接的回應 謝謝 市長有沒有要補充說明 好 那我們現在 回答一下媒體朋友 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好不好 謝謝 市長想請教一下 現在台院長曾經點頭說 9月6號來參加這個 反霸免的播出 那另外的 盧壽彥市長 其實24號就要來 我不曉得 韓院長已經點頭了 如果有的話 我當然會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如同我上週跟大家報告 就是貴賓的部分 會由黨中央統一的來邀請 那這也是全國現在目前 唯一的一場選戰 所以我們會跟黨中央密切合作 讓所有的同志 長官好朋友 來到金融 跟我們一起戰鬥 至於盧秀燕市長 我想他非常快 就要來到基隆了 他是基隆的女兒 那大家也都很 這個思念他 所以我相信 他來的時候 一定會非常的熱鬧 我也期待他 能夠來基隆 盡快的幫國良 加持我們的選戰 對 其實 你們要 所以你們要看到就是說 我們兩個的合作 那是比親兄弟還要親 那市民朋友就是要看到 市長跟 立法委員有這樣子程度的緊密合作 我每個月都跑國會一起開國會的協調會 他每個月都會在基隆開四樓的事務會議 各位可以說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在基隆過有過我們這麼密切合作的這個政治合作團隊 所以這個 他每天大街小巷市場都在幫忙宣傳反罷免 那他關心通勤族 代表我們市府 代表他自己國會辦公室 這樣子非常好啊 所以我只是覺得說這個就看得出來說 民進黨的選情正在敗退 所以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不斷的出招 那也扭曲了所謂的罷免制度 說什麼罷免我 副市長可以補證 說是扶證 這些都是民進黨所創造出來的一些策略 這兩個策略目的都指向一件事情 就是分化我們有史以來在基隆 最合作無間的團隊 我想國人朋友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我剛剛看了螢幕就看到陳世軒 看到他來到我們的避應的工作室 我們當時說過 如果有好的市政 那新北市台北市 很想來學習 來交流的 他們一定會過來 同樣的有好的市政的議題 我相信市長也會邀請柯主席過來的 那另外一個是 因為剛好前兩天有人傳給我是在 這個小草群組裡面 就說了 說這個我們要讓 我可以做證的 讓這個 所以要罷免謝國良市長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政務官 都是市長任命的 當市長被罷免的時候 我們是團進團出 我也跟著被罷免 所以完全沒有存在那樣的理由 我覺得非常可笑 所以一定要出來做一個很清楚的說明 那我最後再補充我最後再補充一句 就是如果有適合的市政活動 我們還是一樣非常誠摯的邀請柯文哲主席過來跟我們交流 並且給國良以及邱副市長甚至佩祥來打氣 我想我們還是維持這樣子的態度 非常清楚跟各位報告 市長 在每年的第四季我們都會邀請罷免團體來派代表來市府演講跟我們進行對話 而且只要我在任的一天 每年我們都會舉辦跟罷免團體這樣子的一個相關活動 所以我想請大家放心 我們繼續的會跟罷免團體保持正向積極 這個罷免公民團體保持正向積極的對話 那也會把他們好的意見全部納入做我們未來施政的參考 對 那我們今天市長再來就是有關於這個預算 最後 但是省記區那邊好像有說 就是基隆這邊的建設 對所以我就跟大家報告 我們 之後我們會發新聞稿來說明沒關係 那這位是主機處長他也很關心 這些都很多 都是一種片面的 片面的一個說法 就像前一陣子很多人攻擊我公車 可是大家知道嗎 最後三年2021年到23年 其實在林市府的公車的出包率反而是比謝市府來的高的 諸如此類我就可以跟您說 我們財政是歷年來最好 我們人口是唯一增加 我們的稅入也不斷增加 所以基隆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進步中的城市 那其他的部分會請主機處發新聞稿說明 更清楚的一個論述 謝謝大家 我們已經回答 我認為說林市長當然是他以前跟我提過一句話叫做鄉村包圍城市 因為他可能覺得說從他以前執政過的基隆市來去看 說新北市未來的發展會比較妥當 他常以前我記得他提過這個他以前在議會在質詢的時候說 人家稱他為是北境之王 我記得我那時候直接回他說好像當北境之王的下場都不太好 所以說針對這一點來講我覺得他是單純的從基隆開始 往金山萬里九份瑞芳來去做一定程度的敗票跟滲透 那基本上來講如果現在直接跑去蘇委員 還是張宏路張委員 還是其他蘇系的地盤 可能沒有那麼受到歡迎 那生動也就是我們這次的黨發言 直接把這個點出來也是說真的 因為我們會認為旁邊看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所以這其實也沒有特別什麼好說的 那至於說年輕人年輕一輩想要展露頭角 那想要有上進心 跟這個我們跟這個他們的這個郵本名 我記得郵本名郵前發言人也在安樂區選過初選 那很可惜的高票落馬 那這點的話我覺得他們可以年輕人之間多多切磋 對於基隆對於台灣未來的政治圈 帶來一股新的氣象總是好吃